周二 德国外交部长安娜·莱纳·贝尔伯克表示 德国的对华政策必须要从对俄罗斯错误政策中吸取教训 贝尔伯克强调 德国政府首次制定对华战略 并将其纳入更大范围的安全战略中 上周 贝尔伯克在接受德国《南德日报》专访时曾表示 德国犯了过度依赖俄罗斯能源的错误 必须要吸取教训 不能依赖任何一个与德国价值观不同的国家 为此 贝尔伯克表示 必须调整对华政策 尤其是经济政策 他不提倡与中国市场完全脱钩 而倡导开发亚洲其他市场 分散风险 进行风险管理 新唐人记者陈岳综合报道